是 张维忠筹出钱 博娃威确认后 千石竟然一眼命中台湾局势 南犯珍珠 北犯盐 年来几倍增财天 劝君指尺 求甜色 心欲多时 何日宴 你看到没有 南犯珍珠 北犯盐 其实珍珠比盐还更珍贵 代表整个气势 南台湾的财运会比北更好 张维忠抽中的这一家天师 其实就是位在天母的这一家三玉宫 三玉宫的主寺是五股先帝 主管农产和医疗健康 香火鼎盛 不少信众都说很灵验 天母三玉宫 他的神明非常的灵验 不错 就是有时候 逢定过节的话 我就会想说来这边拜拜 然后祈求平安 千石的准度 看高雄现在的模样就知道 原本少了陆客的六合夜市 冷冷清清 但韩国瑜上任后 人潮开始急爆 佛陀纪念馆今年人潮 也是一口气增加量成 韩国瑜带动南台湾产业经济 绅士一片看好 于又带一把刀 然后在猪年当中 因为是猪年年底选 我认为这是 可能被挨刀的猪 或下一届来参选 就能水到渠成 张维忠从韩国瑜名词分析 认为他有做大位的命格 不过对韩市长来说 就像国运迁所言 今年让高雄发大财 经济一飞冲天 就是最重要的事 记者黄亦凡 许上方台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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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